娱乐圈中的玉女指的是长得漂亮,看上去非常清纯,就宛如玉一般清新脱俗,并且十分温润 一般很多人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些好看而且气质不俗的女明星 想必很多人同小编一样,第一个就能够想起来张博之了吧 这还要从她年轻的时候说起 因为她刚刚出道那会,年仅18岁,就出演了周星驰的一部电影 在剧中她扮演了一位舞女,她的容貌出灯影屏就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犹如惊鸿一瞥 这全是因为她太美了,而且看上去十分清纯 所以人们就给她关上了玉女这个称号 之后的她又出演了多部作品 就像她的那部代表作《心与心愿》,这部电影在当时可是非常受欢迎 她在其中的那种清纯的美,更是直及人的心灵 也正是由于那部电影,她真正火了起来 她的形象在人们的心里成为了女神级别 而她就在那时候拥有了大量的粉丝,以及火热的人气 但是她后来因为感情上的事,再加上陈关希所做的那件事,导致了她被很多人指责 说起她的感情,可是非常坎坷 很多人都知道谢霆锋以及陈关希,但却不知道她一共有过五个前任,每一任却都是以分手而结束 她也是一位演员,曾出演过《倩侣忧魂》,也曾出演过《新龙门客栈》,长相十分帅气 不过两个人在一起才一年而已 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因为她早已退出了娱乐圈 张博之与她相恋的时候年仅才17岁,最后也是无疾而终 还有一位,她的名气可就大了,直到现在在娱乐圈中还非常活跃 她就是古惑载中的山姬陈小春 许多人都不知道两个人有过恋情吧? 陈小春大家都知道,看上去有些皮样 但实际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男生,善解人意,有责任感 优优独播剧场——च萨 市场上送、务 quiero散开 优独播剧场——《舞台剧场》 全球团 facing手失去